好,那麼我們來看一下,我有幫,為了方便就是我們的互動 因為大家都是老師嘛 但是老師上課的時候平常都是 學生如果有問題都怎麼辦 老師會馬上這樣解決對不對 但是沒有問題的時候才是有問題啊 對不對,你在上面講老師同學有沒有問題 通通都沒有問題的時候 這樣就很麻煩 那所以呢,為了方便老師 而且呢,有些老師不好意思打斷我的上課 所以我有準備兩個互動方法 我先問一下老師,您想要用哪一種? 因為我這裡有準備兩個 一個叫做即時提問 這個是文字式的發言 好,就是只能用文字式的 另外一種呢,即時互動白板 像我們今天,像這種所謂的智慧教室 其實也蠻適合的 這兩個其實都OK啦 那只是說這個 除了文字式的 你也可以畫圖 也可以貼圖 所以老師想要用哪一種? 上面這個是那個 唐鳳有用的 然後下面這個是 我自己部落格有推薦的 老師想要用哪一個? 我們就挑一個來就可以了 沒關係 還是我兩個都要講一下 你體驗一下這樣 好不好 來,這裡是不是有個代碼? 對不對 所以呢,待會呢 這個我把它复制起來 您點一下 點一下之後呢 好,在這邊 就打入剛剛那個代碼就可以了 打入代碼,您就進來囉 所以,在這邊 如果您有問題 就直接提問 只是它只能是文字式的 你看 這麼快有人就Thank you了 哈哈哈哈 有沒有 好,這邊 好 這樣 就這樣 好的,如果你傳送 這樣是不是大家就看到了 當然你可以 寫上你的名字 對不對 它下面這邊 所以這種方式就是 一般有時候我們簡報 也可以搭配這樣完 也蠻方便的 這是第一種 好 再來呢 如果您是用這個即時互動白板 一樣 我把它打開 點開 等一下 我網址弄錯了 好,剛剛這邊我錯了 我重新把它加進來 那麼 各位呢 你進來之後 好 我已經知道 有二四六 六位老師進來了 你看我的右上角 有沒有看到 但是 老師不用擔心 每個人進來都是匿名的 矮袋鼠 精靈 恐龍 水丁 對 然後呢 曉飛像章魚 還有青青 所以 老師 你是匿名的 這樣你不會 已經 有水雕已經在打字的 這樣有看到了 這個是什麼服務 你知道嗎 Google的 繪圖 平常各位 Office的繪圖 我相信 老師應該都很不確實用吧 Office裡面除了 我們一般常用的 Word也是有PowerPoint 還有一個是不是繪圖的功能 但是大部分大家不會用它 可是Google線上這個就很好用啊 所以你看 你在打 別人馬上都看到 大家是即時的互動 就是白板的功能 所以 您如果有問題 您用上面這裡 最簡單的是用打字的 所以您呢 來這邊 點一下 好 我 已經有人在畫畫了 好 好 這個是最簡單的 對不對 好 那第二種方法呢 您也可以用上面這裡 您看這邊 好 您看上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可以用畫的 對不對 你也可以用塗鴉的 好 也可以用塗鴉的 這樣也很方便 那麼還有一個很棒的就是 如果你今天 哪個地方有問題 比如說我們剛剛這個 欸 你看 已經有人有問題了 我就把這畫面 或者您在 那個 網路上看到的 還是您軟體的畫面 Ctrl加V 這樣有沒有貼進來了 可以齁 所以 你就可以 很方便的 來這邊使用 那我隨時會來這邊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什麼其他 需要解決的問題 那我怎麼知道到底是誰拿的 你就滑過來之後 有沒有右手邊 這邊就會有個袋鼠 對對對 就知道這是袋鼠打的 袋鼠剛打的 啊這個呢 就是精靈打的 哈哈哈哈 那如果你心有七七菸的話呢 你也可以加一 你知道嗎 哈 現在糾團不是都要加一加一嗎 對啊 那怎麼加一來這邊 你點到你的那個 然後就來這邊 我看一下 喔這裡 有沒有新增鑄結 上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也叫新增鑄結 我有開放這個功能 所以呢 你按一下 他就會在後面 我加一 我有一樣的問題 這樣有看到了嗎 你點到 比如說你可以是文字 你可以是文字 可以是這個文字框 都可以 那如果呢 你還有其他的 你就可以在這邊打 如果我已經把你解決了 我就按解決 就沒事了 就收起來了 這樣老師OK嗎 那這個地方呢 像這邊這樣就看到 有沒有 這裡也有看到 好 OK的 所以兩種我們 增加互動的方法 先跟老師稍微介紹 有信心 紅 是 消充 我 找